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将于3月26号至29号在海南博鳌举行 本届年会以亚洲与世界共同的挑战 共同的责任为主题 目前论坛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了 今天下午论坛的新闻中心也将正式启用 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即将在明天正式开启 本届年会吸引了3000多名妆爱嘉宾出席 其中包括一大批外国宪政要 弦政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等 本届年会以亚洲与世界共同的挑战 共同的责任为主题 设置世界经济 科技创新 社会发展 国际合作四大板块 涵盖40多场分论坛活动 联会的主会场 国际会议中心 以及举行各场分论坛 圆桌会 对话会的这些分会场 也都准备好了 各项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了 今年 博鳌亚洲论坛将继续突出绿色办会的特点 不仅整个年会期间所使用的是百分之百的绿电 还将首次实现碳中和 同时 电力智慧管控平台也在今年年会首次上线 现在我通过手机 我可以实实地看到 我们主会场这边每一处用电设备的一个定律数据 今天下午 博鳌亚洲论坛新闻中心也将正式启用 设有平面媒体及网络媒体工作区 新闻发布厅及采访间 广播电视区等主要区域 为方便媒体工作 新闻中心还配有六间独立的同声传译室 可同时实现六种语言的会议同声翻译 截至目前 新闻中心注册记者1100多人